記者文宣現在位置呢 在台中復興路的文創園區 這邊舉辦了一場非常豐富的插畫展 那我們現在就來訪問其中一位美女插畫家 謝欣怡小姐 我的畫是延續了夢境 然後我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像 然後動物跟植物是我畫作最常出現的 他們會有不同 就是我會把他們顯現他們的特徵 像是昆蟲的翅膀 鹿的腳 然後水母也會變成一種植物 位在台中市復興路上的文資園區 從2016年開始推動1916文創工坊 四年來已經舉辦過一千場以上的活動 這次文創工坊特別取得 義大利波榮納國際兒童書展授權 從2020年7月21號到8月23號 舉辦照亮夢境意大利波榮納插畫家聯展 7月24號上午還在展覽會場 舉行開幕記者會 現場請來台中少年兒童 阿卡貝拉人生樂團做開幕表演 充滿美術藝文氣息的歡樂氛圍 我們一起學芭蕎 一起喵喵喵喵喵喵喵 在你面前撒嬌喵 愛喵喵喵喵喵喵 我的心臟瘋瘋瘋 其實讓我們這個文資園區 把有型跟無型文化市場 這個駕駛介紹出來 我們也希望能夠能夠交易雜根 文化雜根 藝術雜根 我們是覺得說未來所有的文化藝術活動 是要從小做起的 這場插畫展的主辦單位 台中科技大學商業設計系表示 義大利波隆那插畫家聯展 除了展出台灣新秀插畫家的作品外 更重要的是還是第一次展示 18位義大利傑出兒童插畫家 72幅最優秀的插畫作品 每幅插畫都美得像故事般夢境的天馬行空 有著不同國界的美術創意和地方文化特色 台灣有非常多好的 或者是很珍貴的一些文化底蘊 從這些文化的素養 或者是文化的一些這些素材裡面 去發揮出他們自己的創意 還有發揮出自己的故事的腳本 這都是蠻難能可貴的一個地方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我們在世界各國都可以看到 不同的一個插畫的風格 跟插畫的這個文本的內容 在插畫家連展活動期間 現場除了展示精彩的畫作之外 每個週末還會舉辦創意插畫體驗課程 講座和夏令營活動等 另外還有物語盛典市集 讓這次的展覽活動更加的豐富有趣 歡迎民眾來文資園區1916文創工坊生活設計館 藝文展覽體驗豐富多元的插畫之美 記者陳文旭 李佳金 劉文軒 台中報導 比較精細的就是用黑白來呈現 比較精細的就是用黑白呈現